我们有计划在五年内 把我们所有的作业拿掉80% 周刊爆料 鸿海要大裁员 据传郭董召集高层 亲自下令要在一年之内 裁员生产线的34万人 省下2300亿台币成本 甚至敢由机器人取代人力 我们在十年前 就决定用机械人来取代人力 机械手臂精准测具索罗斯 2016年郭董首度喊出关灯工厂 短短两年 没想到这机器人取代人工的情境 真实上演 向着鸿海微洲产线锁定自动化 甚至中国大陆法规 定出月加班上线36小时 郭董都想靠机器人解决 鸿海它其实积极在发展 工业互联网这一块 我们从FIA的业务来看 其实它有一大的 有一个营运的项目 在做工业机器人 来供应这个鸿海的 整个生产线的一个需要使用 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到 一个人力的需求 6月30开始 已经有员工陆续收到裁员通知 第一波裁员比例3% 以员工69万人来计算 恐怕达到2万人 甚至9月份和年底 还有第二波第三波裁员 iPhone使得这个地方销售不如意其 其实手机的营收 占鸿海将近五成的作用 所以这对它整个营运 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势必会做一些 人力的一个调整 针对裁员求证鸿海多次 但仅表示不想回应裁员问题 但站在自动化的风口浪尖 郭董心中可能早有答案 东三层新闻 林林宏祥 台北报道 位发 tying 文字幕志愿者 brands 感谢观看